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力不能很好的得到訓練 我们建立了1加1加X的这种帮扶机制 城区优质学校有义务帮扶每一个农村学校 让他们的英体们还有英语这些博主学科 能够共享同一张网络 同一套资源 甚至同一群师资 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数字化信息教学 有些孩子如果是在乡下太远了 我们可能真的是无从下手 我们的石柱小学 旅广小学 离县城中心机房距离都在60公里以上 网速与城区学校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为我们经常要开展的视频会议 还远程同步互动教学教研带来了方便 这样孩子们学习起来也很容易 甚至包括作业可以拍照上传 我们在网上也可以进行批阅 近几年我们农村教育信息化配置水平持续提高 教育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逐步加强 让农村教育逐步向城市教育靠拢 通过教育信息化的数据交换的及时性 快捷性 基于全光纤的高速网络 以其广覆盖的优势 让我们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 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实现教育管理、教学应用、网络学习 和家校的共语 真正地实现了教育的公平发展 促进了教育的优质俊衡 最终实现互联网家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